其實我一開始在拍片 下面的酸民網友留言就是 劃眾取蟲 掉兩小蟲 就更換了他講 最常被罵在這個 無聊當有趣 我現在一直被罵是 過氣 對 富宏 誰 他是誰 一開始我很常看到的是 跟風 跟風 對 跟風 然後現在反而要看到是過氣 現在過氣 我一直被說過氣 五年前一直說過氣 說到現在過氣 對 還是在過氣 時間來還是說過氣 就是過氣 我覺得我還好生長在那個 當年的時代 對 我常說我們是老三台的時代 就因為華式 中式 台式 大家要看就是這幾台 也沒有別人 但現在就是 哇 什麼都來了 MOD 有線電視 網路 什麼都來了 大家都有 都可以拍 是 我說真的 這是比較難 難 難出頭 之前我們大概 一個禮拜一支 兩支 欸 差不多啦 然後久久可能中一支 一季 中一支 比如說百萬 點閱的 就喔 不錯 不錯 三個月有一支百萬 就嗯 不錯 不錯 可以說很久了對不對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哈哈哈 現在一兩個禮拜 你就中一支 才有辦法再存活在這個 YouTube的平台上 因為實在太多了 因為現在衝動者越來越多 那大家發片量都還比多的 所以主題發想就是自己 覺得什麼有趣就去做就對了 還是 對 主要是覺得有趣就去做 那到後來其實 因為發片量大了之後 有趣就去看說現在的觀眾 喜歡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喜歡類型更多元的 我覺得 反而是什麼類型都有它的市場 對 所以我們也在嘗試說 拍更多類型的影片 比如說之前的 加上阿滴教英文也是有 說書的也有 所以我們也嘗試 我們就坐在那裡 好好的講東西就好 以前很不喜歡拍 對 以前其實不喜歡 就會自由就 不是很無聊嗎 就是很偷懶就講著 就坐在那裡這樣 我說你說別人很偷懶 沒有啦 沒有 我覺得因為就是覺得 就做然後講東西 這樣會有趣嗎 有 是會擔心說觀眾會喜歡嗎 像 比如說之前選舉剛結束 就是拍針見那一個 針見那是我第一次 超過20分鐘的影片 就只是坐著 然後就聊針見 對 我是想說那嘗試看看 以前沒拍過 就是因為觀察最近 大家好像喜歡 就是只要你 雖然時間長 你聊的東西有趣 然後大家想聽的話 大家其實可以的話看完 所以我們就嘗試說 那我們就拍 就這麼榮長 然後就坐著 然後就聊針見這樣 當然我們東西是有趣的 就想試試看看 這個題材 就發現 喔 這也可以耶 對 來計時 預備 開始 是 以前我還沒堅持說 我一定要講台語 對 但可能是 只有我們這一批 就是 30歲的這個觀眾群 是習慣我講台語 也喜歡我聽台語 但是 當我在玩 比如說 海箱 還是去吃一些 試吃一些 那種挑戰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種東西是年齡層比較低的 小朋友喜歡看 小朋友喜歡看 那我發現說 我講台語的時候 那個 點擊會比較低 那當我全程 我就國語 大家就會想要看 有去觀察到這裡 有調整過 其實也會很掙扎 因為它不就是台語為主 對 那突然間又不講 好像又有點違背 自己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就變成 我是分類型 我覺得這一支 比較適合小朋友 同學看的話 我就會國語講比較多 但也是 別有說都不講台語 就是國語會比較多 為主 那講一些 證件 大人看的東西 所以台語就會比較多 你也才好會出生了嗎 嗯 那現在就是父親 然後也現在又有出生 所以你拍片的時刻 會不會有影響 就像那個新開小學堂 那新開小學堂 這台差距 對 其實我一開始覺得 我好像應該不會有影響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 對啊 然後跟AV女優 我當然玩啊 然後吸吶 就是又長得又微信 所以就是 大家很習慣我 就是這個調調 所以想說應該 結婚之後 吃小孩 應該也不會去影響到 就繼續拍應該沒有 結婚之後反而也還好 對 結婚 但這是有小朋友之後 反而是有小朋友之後 結果沒想到 原來我是有一個 好爸爸的形象 對 原來我有 真的有啊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去說好這些東西 就是平常幹嘛就幹嘛 對 那原來拍 就是後來有一支影片 是被罵最慘是 新開小學堂 我是跟AV那一支 尺度有點打那一支 對 對 才發現說 喔原來 我的尺度是需要拿捏的 原來我是有這樣的一個形象 已經出來了 對 其實之前我都完全沒有意識到 所以是 那一支影片之後 才開始說 調整說 那我可能得個尺度 要去控制我的尺度 對 但是 你說性教育這一塊 我們還是很喜歡拍啊 我覺得是 不能 不能說不拍 因為喜歡 拍片 拍片就是拍自己喜歡的東西啦 那只是說我們的尺度 如果要去做好拿捏就好 對 也不會說 比如說AV女優的合作 還是很歡迎啊 對啊 很歡迎 很開心 那時候他被罵最慘的時候 我被問了 你會不會覺得很怎樣 就大家就一直問我說 你會不會覺得怎樣怎樣 但就算我說了 我不會 人家還會說 沒有 你一定是在逞強 很好玩 對 我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如果我去日本 會生甚麼事 我會覺得很厲害 你會覺得很脆 會很難你 然後我會覺得你也可以 因為我會覺得很不激 因為我會覺得很不激 你會彈吉他 你會打鼓 我會唱歌 那我們來主團 好啊 就來了 一開始是為了想說 因為Youtuber年終的表演的機會 那我們就抱一團去唱 唱了之後發現 大家好像蠻合的 除了個性合 生活習慣也合 喜歡的東西也很合 就是我們很宅 不喜歡交接應酬 然後都不抽菸不喝酒 牛中樂團不抽菸不喝酒的 就我們聚會是在主人家當勞 每次都是聚會當勞 然後開會 不要吵 然後就12點了我就睡覺好 累了 就發現很合 然後團員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個性合 可以當朋友 那朋友合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慢慢做一些正式的工作 比如說我們最近就會開始寫歌 然後發行我們的屬於自己的音樂 然後就可以去做上演表演 或者是接業配都可以 就我們一個夢 就可以抱興趣想要去走紅毯 就讓這個傳統的音樂認可 對 因為像網紅做音樂 跟一般傳統的音樂圈還是非常不 非常不認同 會不認同 認同網紅這一塊 我們就是玩票 錄音師那邊順便挑一挑的書來玩 然後 點擊還那麼高 對 但他們就是認真想要做一件認真 去做這件事情 對 現在商演越來越多 好像過兩天也有玩 對 過兩天也有商演 現在因為我們其實還不太敢接太多 因為我們還沒有自己發表的音樂太多 因為如果我們去表演 要一直唱別人的歌 唱五月天的歌 你們是cover團 對 都在cover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音樂最近會慢慢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出去讓大家認識 我們的屬於自己的音樂 然後可以去表演 對啊 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我們的邱逸 太厲害了 真的有這種想法 其實 他要選之前我們就有耳聞了 因為七月半團員有他的員工 阿姨也是他的員工 其實 他那時候就講出來 我們嚇一跳 真的假的啊 那時候都還沒有公務的時候 而且我覺得要去沾正志這一塊 應該要很大的勇氣 對 對 一定要非常有熱血 就是你的理念你要很堅定 然後不被那個大難當影響 對 才有辦法去投入 然後 出來宣布選就算了 他又很認真的選 我以為會很像他在拍影片這樣 的方式去吸引大目光 沒有 他就非常認真 對 然後把他覺得最完美的選戰的策略 然後最完美的行銷 就這樣放 應該是想貫徹他的念 對 他認為選舉應該要這樣 他就用這樣去做 對 他看可不可以選上 他跟選民溝通 然後他要怎麼溝通 對做個民主開箱 對做個民主開箱 哇 然後最後還真的 欸選上了 厲害厲害 一開始其實沒有預期到會選上來 因為想說 因為他選那一塊是 年齡層比較高的 對啊 那後來竟然選 就差一點點 就是最後嘛 最後就選勝然後上了 對然後也是期待他 可以貫徹他的 因為進去真的 那個世界我們還是不敢碰的一個世界 就算網友拱我選總統 對啊 那那開玩笑 我怎麼敢啊 喔 當總統最難 他頭髮都白了 對 對啊 剛剛回嘉義選的那個 喔不要了 不要了不要了 我們還是在拍拍影片 打他嘴炮就好 我們是打嘴炮冠軍人 我們不要去沾那個 對政治 政治太恐怖 對啊 太恐怖太恐怖 就是希望 好 好 幫我們這個 那個Youtuber毛點福利 哈哈哈哈